来关心这单身的女性要特别注意网购的消息 因为网络购物没有想到会引来杀鸡 这一位是曾经跟台湾知名创作人邦文山合作过的大陆女歌手复利 竟然因为时常网购被送货员给盯上 遭到了性侵杀害 歌声触动人心长相清秀 2009年与台湾知名创作人邦文山合作 云淡风轻一曲的大陆歌手复利 金船被网购快递员杀害 惨死在北京自宅 这起悲剧发生在7月30 警方表示名叫张宽鹏的快递 假借送货之名入室劫财 抢夺数千元台币 又将被害者性侵杀害 最后不提警方追捕 在北京列车上落网 说他后事怎么处理 这个都是他家属在敲弹 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审 你能知道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个都是警方在里面处理的 年仅30复利死讯一出 大批网友纷纷悼念 方文山也透过金志仁表示遗憾 说她是个很爱唱歌的女孩 只是不料网购竟惹来杀鸡 警方表示嫌犯得知复利经常上网购物 在经过几次送货后 知道她一个人住 而且家境不错 婴儿种下杀鸡也震惊演艺圈 一件事综合报道